大家好,欢迎收听真情故事会。 现在都快十二点了,怎么还没来? 不会路上出什么事了吧? 本该热闹非凡,欢声笑语的房间,此时一片寂静。 我捏着发烫的手机,担心不已。 约好了十一点接亲,可如今将近十二点了,还没见接亲队伍来。 打电话也不接,不知道出什么事了。 坐着等也不是办法,我正想让人去看看是不是出事了。 手机这时响起来了,是光宗。 我慌忙接听,可手机那边传来的不是杨光宗的声音, 而是未来婆婆梁翠英的声音。 周宇啊,我们刚才商量了一下,你现在怀孕了, 孩子出生后要用很多钱的,你家条件好,也不缺这八万八的彩礼。 你也知道,我们家赚钱没你爸妈厉害,光宗的弟弟又还没结婚, 处处等着用钱,所以这八万八彩礼就免了吧。 什么? 房间里的人本就一直在看我,见我表情骤变,纷纷担忧地看着我。 我走到阳台上,放低声音。 阿姨,你在说什么? 彩礼这件事不是早就谈好了吗? 怎么又临时变卦了? 彩礼这件事本就谈了很久,可一直都是我在妥协。 从开始28.8万到18.8万,再到如今的8.8万,我顶着父母的压力一退再退。 这样做无非是体谅养家条件不好,也认为两个人相爱,过好以后的日子就行,彩礼这些不用计较。 爸妈拿我实在没办法,想征收8.8万彩礼,但我的赔价却是一开始的28.8万。 之前都谈好了,不知怎么又变卦了。 这怎么能一样呢? 之前你是没怀孕,现在怀孕了,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这钱我要留着给我大孙子用的。 我爸妈说了,这钱给我带回去,给我们小家用的。 既然这样,那何必多此一举拿来拿去,先放我这里存着,要用的时候再给你。 以我对梁翠英的了解,进了她的口袋,简直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 我努力深呼吸,强迫自己冷静。 阿姨,你听我说,彩礼不过是个形式而且,金额多少无所谓,但我们这边有习俗是要新郎将现金亲自交给我爸妈。 我还没说完,又一次被打断了。 既然你都说金额无所谓了,那就让光宗带着666元去就好了,数字好听,寓意也不错。 听完这番话,我全身涌出一股火,直往脑门上冲。 我家这边的习俗是结婚当天,新郎要将彩礼换成现金,装到一个箱子里,要当着重亲戚面打开,以彰显对新娘的重视。 如果只有打开只有666元,我都能想到亲戚嘲笑的表情和父母难堪的脸色了。 我不同意,光宗知道这样吗?你让他接电话,我跟他谈。 这件是我做主,你要讲什么就跟我讲吧。 他一副信誓旦旦的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他结婚呢? 阿姨,今天是我跟他结婚,而不是你结婚。 有什么变动,自然是我们俩沟通,你做不了主,你把电话给他。 由于着急,我语气变得没之前好。 那头梁翠英听到我这样说,顿时冷了语气。 我儿子的事,我怎么做不了主了? 我说周宇,现在我杨家肯要你,你就赶紧自己贴嫁妆嫁过来吧。 你以为自己是什么新鲜萝卜皮,一个被我儿子睡烂的货色,还大着肚子,除了我儿子要你,谁还敢要你。 听完这话,我全身泛起寒战,一股恶心敢涌上,我忍不住干呕起来。 爸妈见状急忙过来搀扶我,电话那头令人作呕的声音还在回响。 光到贴彩礼还不行,光宗弟弟谈了个女朋友,人家家里条件不错。 我们可不能让人家小看了去,你家室里不是还有套大平层吗? 你让你爸妈把那套房过户到要祖名下,就当是嫂子送给弟弟的小礼物。 见我不说话,她又开口。 你也不要不平衡,人家可是清白的女孩子,可不像你早早就跟了光宗。 而且人家性情脾气都一等一的好,讨喜得很。 爸妈听完这番话,已经气得眼珠通红,想替我骂回去。 我拦住他们,还有吗? 我一字一字问道,声音听不出情绪。 梁翠英却以为是我妥协了,更加得意了。 当然有了,你把你们现在住的房子过户给光宗, 他一个大男人怎么能一直住别人的房子,亲戚们要是知道了,会笑他吃软饭的。 还有啊,你再给要祖买辆车,不用多贵,一百多万就行了,再让你爸妈投点钱,给他开个公司。 还有其他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很认真在想,还有没有别的要求。 暂时想不到了,等想到再跟你说吧。 目的达到了,他声音也变得柔和起来。 这样才对吗? 这样才是我们杨家的好媳妇。 你对我们杨家好,我对你也不会差的。 小雨啊,妈刚才想了一下。 六百六十六彩礼确实是有点少了,说出去人家以为我们家小气呢,况且你爸妈面上也不好听。 今天我做主多加点吧,加到八百八十八吧。 他这句话说完,房间好几个人都怀疑是不是耳朵出问题了。 梁翠英沾沾自喜的声音还在继续。 想来想去,还是八百八十八好听一点。 发发发,这下谁听了都不能说这个数额不好,除非他不想发财。 说着说着,他忍不住笑了出来,似是很满意他的说辞。 没问题吧,小雨。 没问题的话,我就让光宗出发接亲了。 我听着也忍不住笑出来,笑他虚伪自大,笑他自作多情。 当然没问题了,妈你说了算,对了,光宗在旁边吗? 让他听电话,我有点细节要交代他。 当然在了,他一直在我旁边呢。 一阵嘻嘻嗦嗦过后,电话传来阳光宗含笑的声音。 小雨,平日低沉温序的声音,此时我听着却感浑身冰冷。 你一直在旁边,所以这一切你都是知道的对吗? 他听着我的语气不对,急忙解释。 我也是刚过来的,妈一直拦着我不让我出门,我也是没办法。 没办法?你是被下药了? 还是被绑住了手脚? 面对我的质问,他小心翼翼地解释。 真的不关我的事,妈在门口拦着我,说我赶出去就死在我面前。 所以我。 所以你就任由他们威胁我,让我一个人焦急地等着。 那头陷入了安静,好半天才听到他的声音。 小雨,对不起,都是我的错,你怎么打我骂我都行,但这么多宾客等着,要不我先过去接亲。 文言,我忍不住笑了,笑意嘲讽。 原来你也知道这么多宾客等着呢? 小雨,妈也是太着急了,她辛苦拉扯我两兄弟长大,最大的愿望就是看我们成家。 这次要组的对象提出这样的要求,她也是病急乱投医,我劝了也没用。 听到她的解释,我只觉得可笑。 她辛苦拉扯你们长大,跟我有什么关系? 怎么我跟你结个婚,不仅没有彩礼,还要反贴两套房。 听到我冷冰冰的语气,她的声音一下子变得焦急起来。 小雨,你先不要生气,我知道这样做不地道,但我妈身体不太好,要不你先答应下来,以大局为重,毕竟让这么多人等着不好。 听着那头底气不足的声音,我感到无比的失望。 我跟杨光宗在一起五年了。 她是单亲家庭,父亲早亡,母亲独自拉扯两个孩子长大,寒门出孝子。 这句话形容她很贴切。 她作为哥哥,早早就兼顾家里的重担,自己赚学费,还能存钱寄回家。 可能由于生活条件的影响,她比同龄人要成熟许多。 在一众同龄人中,我一眼就注意到她,接着对她展开追求。 朋友都劝我跟她不合适,家庭条件相差太远了。 可那时的我只觉得真爱至上,友情饮水饱,根本不在乎别的。 跟她家人接触后,发现她妈妈跟我想象中天差地别。 尖酸刻薄,爱占小便宜,对儿子有着深深的控制欲。 爸妈不喜欢他们家,坚决反对我跟她结婚。 周遭的朋友嘴都要说干了,我仍执意要跟她在一起。 彩礼一退再退,我顶着父母的压力也没有退缩。 可没想到令我无比欣喜地怀孕,却成他们拿捏我的把柄。 看着满面愁容担忧的爸妈,我突然觉得累了。 电话那头不断在说,她妈怎么辛苦,怎么不容易。 我不耐烦地打断,语气是从没有过得冰冷。 她辛苦关我什么事,这一切又不是我们造成的,凭什么要我迁就,要我吃亏? 实在是觉得辛苦,你让她去死啊,死了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死了你们也减轻负担,她这种人死了也是造福社会。 我恨不得用世界上罪恶的词语骂她。 从前我跟杨光宗在一起的时候,处处迁就她。 我跟杨光宗住在一起的时候,她三天两头就上门, 对我挑三拣四,指手画脚。 明里暗里表示我配不上她儿子。 每当我跟她妈有争吵时,她总是义无反顾,站在她妈那边。 嘴里喊着她妈妈有多辛苦,多不容易。 可这关我什么事呢? 她的辛苦又不是我造成的,凭什么要我迁就她? 从前我为了杨光宗,一忍再忍。 如今,这花我不打算结了,还忍个屁。 周瑜你疯了? 竟然咒我死,你是不是不想嫁给我儿子了? 周翠英最先反应过来,尖叫着质问。 声音尖锐嘶哑,难听至极。 想到以后再也不用听到这个声音了, 感觉耳朵都轻松了许多。 我劝你,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脑子吧,多半是有点问题。 你以为你杨家是什么豪门? 所有人都抢着进。 不过是一个穷酸破落户罢了, 谁要是进你家,那简直是倒大霉了。 我告诉你杨光宗,今天这婚我不结了。 谁爱结谁结吧? 说完直接挂了电话,一转头看见爸妈鼓励的眼神。 我眼眶含泪走过去,哽咽道。 爸妈,对不起,这婚结不成了。 妈妈轻轻将我搂在怀里。 不结就不结了,他们那样的根本配不上我的宝贝女儿。 那今天的宾客,只能一个个打电话道歉了。 爸爸打断我的话,扬声道。 不用打,直接打电话给酒店, 马上开席,就当庆祝我女儿重获新生,远离渣男。 宴席照常进行。 刚开席,梁翠英带着一群人闯了进来。 周瑜,你敢耍我们? 宾客都请了,你说不结就不结了。 说完又指着在场的宾客骂道。 你们有病吧? 新郎都没来开什么席。 我好笑地看着他。 没有新郎为什么不能开席? 就当我死了,老公不行吗? 周瑜,你个贱人,竟然咒我儿子。 说完竟然想扑上来打我。 然而在我的地盘, 他怎么可能碰得到我? 还没到我跟前,就被拦住了。 谁说我老公是你儿子了, 他还不配? 杨光宗此时上前将他妈妈护在身后, 同时用谴责的目光看向我。 小宇,别闹了, 快跟妈道歉, 别耽误了及时。 我悠悠地看着他, 似笑非笑道。 你是不是没搞清现状? 到底是谁在闹? 彩礼只给八百八十八元, 还要我给你弟弟买一套房, 不仅要给你弟买, 还要给你一套, 说什么没有房子, 亲戚会认为你吃软饭。 我后退一步, 目光上下将他扫拭一遍。 我说杨光宗, 有谁不知道你就是个吃软饭的? 你全身上下哪样不是我买的? 你吃穿用住有那样是花你自己的钱? 你凭什么会认为自己不是软饭男? 到底是谁给你的自信? 我故意杨高的声音, 所有人听到声音纷纷看过来。 我说好端端, 怎么不结婚了? 原来是这样啊。 看这家人的嘴脸, 不结还是好事呢? 这男的好模好样, 竟然想做小白脸, 八百八十八元彩礼竟然好意思给, 我份子钱都不敢给这么少。 杨光宗感受到 众人鄙夷打亮的目光落在他身上, 顿时脸胀的通红, 双手紧握成全, 似乎是忍不住要发作了。 小雨, 你别胡说, 这些我都不知情, 都是我妈自己问你要的。 看着她一幅道貌黯然的样子, 我简直想把自己的双眼抠出来, 用辣椒水洗洗。 叫你眼瞎? 从前我觉得她清风自傲, 很多事情都不争不抢。 工作生活上吃了许多亏, 而我心疼她, 许多东西都替她争回来, 所以她身边的朋友以及亲人 都认为我犀利蛮横, 不好相处。 如今才发现她不过是披着羊皮的狼。 什么都不用说, 躲在人家身后, 要别人替她出头, 替她达成目的。 这次也是, 坏人让她妈做, 她白得一套房。 问起来就说都是她妈的主意, 她一句没办法就将自己摘干净了。 好一个坐享其成。 我只恨自己到现在才看透她。 你不知道。 我忍不住笑了笑, 笑着笑着眼泪就出来了。 你妈挑我毛病的时候, 你不知道。 你身边朋友议论我, 你不知道。 我东奔西走, 为你争取晋升机会, 你不知道。 我为了跟你结婚, 差点被亲戚游, 你不知道。 你到底能知道什么? 许多人围上来哄我, 替我擦眼泪。 然而, 眼泪越擦越多。 我没有压抑克制, 任凭眼泪夺矿而出。 我在哭我是去的青春, 哭我一厢情愿的爱情, 哭我这些年无谓的付出。 这也是我最后一次为她哭。 梁翠英见不得我被这么多人关心, 不耐烦开口。 你别说这些没有用的, 你肚子怀着我们杨家的孙子呢, 必须结婚。 孩子这两字让我停止哭泣, 从口袋掏出手机, 翻出预约挂号的界面。 放心吧, 孩子过几天就没了。 梁翠英看清手机的信息, 顿时瞪大了眼。 周宇你敢, 这是我的孙子, 你敢打掉。 杨光宗的眉头越皱越深, 一向从容不迫的脸, 此刻也变得紧张起来。 小宇, 有什么事以后再说, 不要拿婚礼和孩子开玩笑。 我不想搭理他, 只想他们快点消失。 我没开玩笑, 婚礼我已经办了呀, 孩子过几天就没了呀, 所以你们赶紧滚吧, 这里不欢迎你们。 听我说完, 我爸杨首叫来几个保安, 将他们赶出去。 梁翠英不依不饶, 杨声大喊, 周宇你要是敢打掉我的孙子,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有什么不敢的? 宴席过后几天, 我在闺蜜的陪同下去了医院, 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 感受冰冷的仪器游荡在小腹间。 我感觉我的心一阵阵抽疼。 对不起宝宝, 让你没有机会看一眼这个世界。 但是我不敢躲。 我怕生个男孩 遗传了杨光宗的余孝和无能, 生个女孩遗传了梁翠英的尖酸刻薄。 我不想她出生后, 有那样的爸爸和奶奶。 术后, 我在家里休养, 梁翠英母子三天两头上门要见我。 我爸妈怕他们打扰到我休养, 将他们拒之门外。 可梁翠英不依不饶, 说我害死了他们杨家的孩子, 让我赔二十万。 他每天在门口喊, 吵得邻居哀声连连, 忍不住报了警。 有了警察的警告, 他这才安分了几天。 他消停了, 我们耳根也清静了。 杨光宗是不是还住你那里? 吃晚饭的时候, 爸爸随口问了一句, 杨光宗虽然自己有套小三居, 但他是跟我住在一起的。 我好几天没回去, 也不知道他搬走了没。 我明天让人去看看, 如果没搬走, 那就赶他走, 总不可能让他白白住着。 爸爸说这句话的时候漫不经心, 像是随口一提一样。 但我能感受到 他们小心翼翼通描我的目光。 之前让他搬来跟我住, 爸妈非常不满意, 跟我说了好几次。 但那时我根本听不进去, 一说我就甩脸子, 发脾气, 后面他们都不敢再提了。 看他们的样子, 我鼻头一酸, 急忙低头扒饭, 挡住自己发红的眼睛。 我装了监控, 吃完饭我看看。 这监控是我前不久装的, 为的是全方位记录 结婚那天的全部场景。 我都打算好了, 婚后把录像烤出来, 留着以后纪念日看。 这件事我没有跟杨光宗讲, 想着到时候给他一个意外惊喜。 可当我打开监控, 杨光宗倒是给了我一个惊喜。 他没有搬走, 不仅没搬走, 反而带人住了进来。 我精心挑选的真皮沙发上, 两个人赤条条压在一起, 肆意翻滚。 看着混乱不堪的画面, 各种情绪一股脑涌上头, 悲喜交加。 喜是自己竟然能在最关键时刻 看清他们一家的嘴脸。 悲是这几年付出满腔心血, 用尽全力爱的竟然这么一个人渣。 发生这么多事, 家人朋友总是为我抱不平, 替我感到不值。 我虽然嘴上硬撑, 但心里却不这么想。 我认为至少我们彼此是爱过的, 既然相爱过, 那就是值得的。 可现实却给了我一巴掌。 我认为的相爱不过是我自作多情。 悲喜过后冒出一种恨。 恨自己识人不清, 祸害父母祸害自己。 恨不得穿越回去 抽死那个又恋爱脑又贱的自己。 不想再看这类眼睛的一幕。 我正想关掉监控, 不经意看到那个女孩的脸。 我愣住了, 许久都没反应过来。 那个女孩我认识。 是杨光宗弟弟的女朋友柳月。 柳月我见过几次。 我印象中的她乖巧懂理, 讲话轻声细语的, 长得一副清纯甜美的好样貌。 跟此时浪荡呻吟的模样相差甚远。 她之前说她父母是做老师的, 家庭样貌鼎鼎鼎好。 我之前还吐槽过她 怎么会看得上杨耀祖。 认为杨耀祖配不上她, 可这么一看, 柳月可不像表面那样, 看着单纯。 身体好了点后, 我去了一趟跟杨光宗住的地方, 将她的东西打包好, 送到杨家去。 杨光宗早些年在城西那边买了个小三居。 房子买了后, 他就将梁翠英和杨耀祖接来这边住。 杨耀祖是个小流氓, 作息颠倒, 白天睡觉, 晚上鬼混。 杨光宗晚上总会被他弟弟吵醒。 他在我面前抱怨过几次后, 我主动提出要他搬到我这边来住。 这一住就是两年, 他们套房子按理说我也有份。 他买房的时候不够钱, 他自己的全部积蓄加上梁翠英的老本, 还差二十万。 由于不够钱, 我建议他办分期, 可他不愿意说分期压力大, 利息高, 不划算。 那段时间他焦头烂额, 宁愿四处借钱都不愿意办分期。 我心疼他, 主动提出借给他。 那时我也没什么钱, 又不敢跟爸妈借, 怕爸妈会对他有意见。 只能跟身边的朋友借。 他一开始不愿意要, 是我好说歹说他, 才勉强接受。 那时他拍着胸脯说会慢慢还给我, 连本带利还给我。 可后面这件事, 他没再提起过一次。 我虽然记得, 但怕主动提出来会伤害到我们的感情, 便也一直没跟他提过。 如今没感情可以伤了。 这笔钱, 我得想办法要回来。 杨家只有杨耀祖在。 看到是我后, 他从一开始的不耐烦, 变为一副嘲笑。 哟, 我还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我的前嫂子啊。 怎么? 现在终于知道, 除了我哥没人会要你了, 所以赶紧巴巴回来求我哥了。 杨耀祖顶着一个鸡窝头, 满脸油腻, 一开口臭气熏天, 令人作呕。 杨家我除了讨厌梁翠英, 第二个讨厌的就是杨耀祖。 我见过杨家的全家福, 杨福长得很可以, 五官标准。 杨光宗就是遗传了他爸, 眉清目秀, 仪表堂堂。 然而杨耀祖简直就是第二个梁翠英。 梁翠英面旁销瘦, 两腮无肉, 颧骨高突, 一双蒜剂眼, 显得整个人尖酸刻薄, 凶神恶煞。 而杨耀祖一笔一还原了他的脸。 加上他烟酒不烙, 经常熬夜, 使他看起来油腻又猥琐。 加上他一直跟在梁翠英身边, 性情脾气学了个十分。 所以当初我见到柳月时, 才会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我不想理他, 跟他说话简直是浪费时间。 将东西丢在门口就想走。 杨耀祖快步走出来将我拦住。 别走呀嫂嫂, 我哥不要你, 但我可以要你呀。 他话音刚落, 巴掌直接落在他脸上。 这巴掌打完, 梁翠英刚好拎着菜回来。 看到我打他儿子, 疯了一般冲上来打我。 他看着瘦瘦小小, 没想到力气如此之大。 我带来的两个壮汉都差点拦不住他。 这时, 看热闹的邻居纷纷上来劝架。 场面一时混乱不堪。 几个人费了好大力气, 才将梁翠英落开。 他忙活了半天, 连我的衣角都没碰到, 反而被我趁乱踹了好几脚。 他见动手得不到好处, 便开始动嘴。 周瑜你个贱人竟然还敢上门来, 还敢打我儿子。 你个贱货, 我为什么不敢? 这房子我也是出了钱的, 按理说我也有一份。 这话一出, 两人都沉默了。 想来他们都知道这件事。 杨光宗当初买房子不够钱, 是我借了二十万给他。 本来想着一家人这笔账就算了, 但如今婚节不成了, 这钱我要回来不过分吧。 听了我这话, 周围看热闹的邻居, 开始为我说话。 要回自己的东西, 这有什么过分的? 对啊,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快点把钱还给人家吧。 见众人都在帮我, 梁翠英眼睛一转, 又开始撒泼打滚。 哎呀, 你们是不知道啊, 本来都说好要结婚的, 我彩礼也给了, 乡下的亲戚都叫了, 可他说不结就不结了, 还把我们的孙子打掉了, 我们丢了面子, 又丢了孩子, 现在竟然还来问我要钱, 简直没天理啊。 他一屁股坐在地上, 又哭又叫, 杨耀祖看到他妈这个样子, 也有样学样。 我就没见过这么冷血的人, 我哥为了跟你结婚, 准备了多久, 你说不结就不结了, 还私自把孩子打掉, 你知道我哥有多伤心吗? 几天都看吃不下饭, 人都瘦了一大圈。 两人的戏很好, 刚开始替我说话的邻居, 全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 演戏? 谁还不会啊? 我捂着胸口倒退几步, 像是被他们的话伤到了。 阿姨, 你们怎么能这么污蔑我呢? 随即泪眼婆娑地将那天的事情, 身情并茂又讲了一遍。 很显然, 我的演技比他们好。 吃瓜群众又开始指指点点。 这还是人吗? 抠门竟然抠成这样。 这一家人都不是好人, 就大儿子好点, 可没想到大儿子也是个渣男软蛋。 这小姑娘也是可怜, 摊上这么一家人。 要是还有人性的吧, 赶紧还钱给人家吧。 是啊, 快还钱吧。 梁翠英见舆论对她没有利, 便一跃起身, 开始赶人。 关你们什么事, 赶紧走。 说完见人不动, 还想伸手去推别人。 杨药族也跟着上前, 想把人赶走。 然而吃瓜的大爷大妈可不怕她, 有个主拐杖的大爷 还往前走了几步。 推我呀, 我这身老骨头可是很脆的, 你要是敢碰我, 看我不饿死你。 有这个大爷出头, 一众大爷大妈又开始输出, 简直是没良心, 也不怕遭报应。 我们小区怎么会有这种人啊, 简直拉低房价。 我说小姑娘, 还不起钱就让他们拿房子底, 省得他们住在这里 拉低我们小区的素质。 一向泼辣的两母子, 此时没有任何办法。 杨药族蛮横, 但对着这些上了年纪的老人, 又横不起来。 爱撒泼的梁翠英, 此时一嘴难敌百口。 两母子一筹莫展的时候, 柳月来了。 她一袭洁白长裙, 慢悠悠走过来。 小月你来了? 梁翠英看到她就跟救星一样。 阿姨, 这是怎么回事? 梁翠英一把鼻涕, 一把泪向她哭诉。 柳月听完后, 目光落在我身上。 她的眼神与从前相差甚远。 从前她见到我都是满脸笑意, 姐姐前姐姐后的叫。 如今她的眼神有鄙夷和不屑, 还有一点得意。 宗哥跟你借的钱, 我帮她还。 话一出, 梁翠英母子震惊地看着她。 小月, 这钱可不能给她, 她擅自打掉我的孙子。 我还没找她, 要赔偿呢? 怎么可能还把钱给她? 柳月回头递给她一个稍安勿躁的眼神。 你借钱应该有打欠条的吧? 你把欠条给我, 我把钱给你。 这句话的前一秒, 我还在替柳月惋惜, 以为她跟我从前一样, 鬼迷心窍呢。 可这话一出, 我便知道她有备而来。 看来她跟杨光宗很熟啊, 连这种事都告诉了她。 她提出借条这时, 我还真没办法。 见我不说话, 三人都有些得意。 不会是没有借条吧? 没借条就是没有证据了。 既然没证据, 那这钱我可不好还呀。 她说完后, 没等我说话, 便对着看热闹的大爷大妈道歉。 对不起啊, 各位邻居, 让你们看笑话了, 这些都是家事, 我们会处理好的。 大家算了吧, 围在这里, 有点组织交通了。 这个时候临近饭点了, 加上柳月长的斯文漂亮, 讲话又客气礼貌。 他们象征性说了几句, 便都散去了。 看到人都走了, 梁翠英更得意了。 小月真能干, 这才配做我们杨家的媳妇, 不像某些人, 倒贴都没人要啊。 杨药祖也上前揽住柳月的腰, 低头亲了她一口。 我看到柳月不动声色地往旁边躲, 那还用说, 我家宝贝人美心善, 跟天上的仙女似的, 哪里是一般人能抵的。 看着他们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 我挑眉一笑。 像你这种又黑又丑的, 都有人要, 我怎么可能没人要呢? 何况不知道是谁前几天, 还去我家求我嫁给她儿子呢? 梁翠英被我对得哑口无言, 想开口骂我, 被柳月拦住了。 阿姨, 没必要为不值得的人浪费口舌, 说完又得意地看向我。 你要是想要钱的话, 就赶紧拿借条来吧, 拿不出借条就是敲诈勒索, 这可是犯法的, 你也不想我们到警局里聊天吧。 我当真是小瞧了柳月, 这番话要是胆子小些的人听了, 早就被吓退了。 要是我没提前准备的话, 还真拿它没办法。 借条我是没有, 但是钱我也是真的想要回来, 这么想要回来, 倒也不是缺钱, 只是我宁愿把这钱给路边的乞丐, 也不想跟一些乞丐都不如的人。 周瑜你个贱人, 你说谁乞丐呢? 我吹了吹额钱的头发, 慢条丝里道, 谁硬了就是谁了? 梁翠英听出我话里的讥讽, 气得直咬牙, 却又拿我没办法。 柳月醋眉冷声道, 大家相识一场, 没必要闹到警局去吧。 闹到警局也是没办法, 这笔钱你们不承认, 那就让杨光宗来, 我不信他敢不认。 说曹操, 曹操道, 刚说完, 杨光宗的身影便出现在不远处。 前面我就看到杨耀祖给他打电话了, 要不是为了等他回来, 我才不至于跟他们浪费口舌呢。 看着越来越近的熟悉身影, 我以为我会伤心, 可实际我内心一片平静, 甚至看多一眼都觉得恶心。 小雨, 你怎么来了? 杨光宗的目光先是落在我身上, 见我不搭理他, 随即看向梁翠英他们, 见到柳月被杨耀祖搂在怀里。 他眼眸一闪, 不动声色移开视线。 而自从杨光宗出现后, 柳月便想挣脱杨耀祖的怀抱。 梁翠英见到他大儿子, 立马委屈起来, 大到苦水。 杨光宗听完这一切, 受伤地看向我。 小雨, 我以为你回来是原谅我, 没想到, 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以前怎么没发现他的演技这么差? 别自作多情了, 既然你知道我今天来的目的了, 那就赶紧还钱吧。 听到这话, 杨光宗的脸色一僵, 沉默了。 柳月此时来到他身边, 提醒道, 宗哥, 刚才我说了替你还, 可他却拿不出借条, 指不定是在讹你呢, 你仔细想想, 到底有没有这件事。 这一番话让杨光宗毛色顿开, 又开始演了起来。 他颤抖着声音, 似乎是受了很大的打击。 小雨,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你狠心打掉孩子我也没有怪你, 只怪我自己没有留住你。 我知道你怨我, 你对我有气, 你想要补偿, 可以直接跟我说, 但我求你不要将这些莫须有的债务扣在我身上, 我杨光宗堂堂正正, 不会欠你的。 停停停。 我听不下去, 再听下去, 我怕我会将隔夜饭吐出来。 你不是要借条吗? 我发到你手机上了。 杨光宗半信半疑拿出手机, 然而, 看到我发过去的东西后, 他脸色大变。 梁翠英在一旁想伸头过去看, 被他一把推开。 动作很大, 将几人吓了一跳。 我似笑非笑看着他们, 怎么样? 这个借条, 你认不认? 我发给他的可不是什么借条, 而是他跟柳月翻滚的视频。 杨光宗此时装不下去了, 目光阴狠地看向我。 周宇你好样的。 我服了服衣袖, 唱快道, 一般一般都是跟你学的。 明天我要看到钱, 不然你的风采可要人尽皆知了。 我走了一段路, 远远还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儿子, 钱可不能给他呀, 我们没从他身上捞到钱, 可不能倒贴钱给他呀。 别吵我, 我自有分寸。 第二天一早, 就收到了杨光宗转的钱。 二十万和一条短信, 钱转过去了, 以后一拍两散。 一拍两散? 做梦呢? 我这只是要回了属于我的东西, 而对你惩罚才刚刚开始。 被我赶出来后, 杨光宗只能回小三居去住。 我雇了一个私家侦探, 监视杨家的动静。 发现自从杨光宗搬回去住后, 柳月去杨家的的频率越来越高。 他在的时候, 杨药祖晚上也不出去了, 在家陪他。 侦探蹲了好久, 这天晚上, 杨药祖终于出门了。 而在对面楼的侦探, 看到柳月进了杨光宗房间, 接着拉上了窗帘。 我得到这个消息后, 立刻匿名给杨药祖打电话, 叫他回家。 哥哥跟女朋友光秃秃躺在床上。 这换了谁, 谁不疯? 更何况, 本身就是疯子的杨药祖。 那一晚上杨家灯火通明, 战况激烈, 简直大快人心。 我以为这件事能让杨家内乱好久, 可不过才短短几天, 他们就好像兵事前嫌, 内部和解了, 一致统一对付我。 他们分工明确, 杨药祖负责举手机直播, 梁翠英和柳月负责哭, 开始每日上楼, 在我们门口哭骂。 物业将他们赶走, 不让他们进小区。 他们就在小区门口骂, 还在小区门口拉横幅, 骂我水性洋花, 抛肤弃子。 这段时间我出门, 总是有人对我指指点点, 更甚至丢烂菜叶子在我家门口。 我任由事情在网上发酵, 没有出面澄清。 然而杨家却以为我没办法, 隔山差五打电话给我, 前几次我都没接, 今天我突然想听听他们会说什么。 一接通便是杨光宗小人得志的声音。 怕了吧, 你可斗不过我, 实相的话, 赶紧答应我的要求, 不然你就等着被千夫所指, 万人唾弃吧。 听着那头信誓淡淡的声音, 我突然来了点兴致。 哦, 什么要求呢? 我的要求很简单, 五百万, 加上丽元的那套房。 丽元是我之前跟他住的房子, 那个房子地段好, 面积大, 转手卖出去, 也能卖个五百万左右。 加起来差不多一千万了。 你胃口可真不小啊, 这点钱对你家来说小意思吧? 五百万我家是给得起啊。 我刚说完, 他忍不住笑了, 似乎是觉得钱马上到手了。 但是我不想给你呢, 怎么办呢? 笑声戛然而止, 随后杨光宗不确定地问。 你不怕我把这件事情闹得更大? 他以为我会害怕, 但我内心毫无波澜, 甚至有点想笑。 闹呗, 小丑要表演, 我有什么办法? 杨光宗气得说不出话, 最后咬牙切齿丢下一句 你等着, 便挂了电话。 第二天, 依然开直播骂我, 声势比之前更大。 手机多了几台, 横幅多了好几条。 热度空涨, 网上一大片全是骂我的人。 趁着热度起来, 我也不再沉默, 在网上发了帖子澄清。 一是把他们接金钱, 是怎么威胁我的, 一一列举出来。 二是把他们平日吸我写的证据, 挂上去。 三是将昨天的通话录音挂上来。 最后一条, 也是最劲爆的一条。 哥哥和弟媳在婚房字一翻滚, 还附上了视频。 本来就很多人就关注这个事, 我的帖子一出, 热度都爆了。 舆论顿时反转, 网友齐齐掉头去骂杨家。 见他们缩在家里不肯出来, 同城的网友们便去杨光宗的公司闹。 这场舆论影响太大了, 杨光宗公司根本不敢留他, 当着众网友的面, 直接开除。 而此时的杨家乱成一团, 互相指责。 然而他们没有办法, 只能躲在家里, 等舆论风头过去。 等了差不多半个月, 好不容易热度低下去了。 杨家又出了一件事, 柳月怀孕了, 孩子是谁的成为了一个难题。 杨耀祖认为是他的, 但柳月又坚持说是杨光宗的, 还说只喜欢杨光宗一人, 要跟杨光宗在一起。 杨耀祖怒火中烧, 接受不了背叛, 在一个夜里放火想同归于尽, 可火势起来后, 他反悔了, 他不敢死。 也不舍得柳月死, 便趁火势小的时候, 拉着柳月一起逃了出来, 他们没什么事。 而梁翠英当场死亡, 杨光宗全身大面积烧伤, 只剩一口气。 最后的最后, 杨耀祖锒铛入狱, 柳月家人因为这些事不愿认他, 他独自一人日复一日照顾杨光宗。 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喜欢杨光宗, 他提起往事, 眼含笑意。 有一个晚上, 我被人拖进巷子, 那些人是亡命歹徒, 他们打算将我先奸后杀, 那天我以为我的人生到这里就是结尾了, 是他救的我。 他就像一个英雄一样冲了进来, 从那之后, 我就爱上他了, 我知道他有女朋友, 我知道你比我优秀, 但我想离他近一点, 所以你就杨耀祖在一起了。 他看着我, 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我知道这样不好, 但是我控制不住自己的心, 控制不住自己想靠近他, 知道你跟他结不了婚, 我真的很开心, 我觉得我的机会来了, 我可以每天见到他了。 看着越讲越兴奋的柳月, 我没有去劝他, 只是默默转身离开。 他就和之前的我一样, 满心满眼只有他, 谁劝都没有, 只能靠自己看清。 只是我用了五年才看清一个人, 不知道他会用多久呢。